升級輪正 市場我相信都會繼續向下走一層 但不會突然加速得很快 但見到在約市內資金都會走到一些避險相關的股份 其實會見到油股和941都偏強一點 941更英俊 因為公佈完業值後 沿著裂口一直向上行走 貼著保力加通道向上升 不妨考慮一下941的好倉 如果保力加通道暫時在66元邊緣 應該會跟著下來一路擴闊 可能未來幾天都會在這些位置整股之後再向上走 所以也見到MACD的階段2就越來越擴闊 所以如果真的想去做的話 也可以考慮一下在整股的階段 接近保力加通道現時的頂部大概66元邊緣 就做個好倉 目標就看回68至69元左右 紫舍位就可能要放在公佈業值後的裂口附近 大約65.3元左右 中移動941在出業值後可以說是非常硬 強於大使年日逆史向上之外 更加升穿了由6月起至業值前的一個環行區域 如果大家都跟80炮頭機械Alan一樣 繼續看好這隻中移動會繼續向上破位的話 都可以留意我們升戰的中移動Column選擇17804 17804這隻中移動Column行駛價在72元附近 都其日去到10月尾 塞製槓桿都給到19倍 假設中移動去到上升參考價68元左右 也是對上的高位 如果去到這個位置 假設人心波幅不變 並且持有一個星期 這隻17804的中移動Column 被刀前載升幅可以去到五成 教授心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